游麻地成為了近年文化旅遊的新季 因為這裏充滿了很多新舊的建築物和人情小故事 今天我們來到百年老店市場號 就是來探訪何先生 很多人都以為何先生只是一個普通的木匠 其實不是的 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身份 我們一起進去探訪他 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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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在檢閱你的古物 是啊 我有檢閱 很多古物 這些是最棒的 是 荷蘭照照 1948年遠月 他有一個花牌 寫著中華民國行憲政府總統就職大典 那時是蔣忠正和李宗仁 政府總統就職典禮 所以憑這張照片可以知道 為何現在福荷蘭上面 有一個清天白日的Logo 市場號是見證著游麻地作為 漁船維修中心的百年老店 原來不單止是他見證著這段歷史 今天就被我們發現了一位舊街坊 他們同樣都見證著這段 這麼特別的油麻地工業歷史 蔡同繩是全香港唯一一間造燒爐的 沒有第二間 但是你猜不到 一百年前是做燒 起燒的燒 以前一百年前就叫做銅繩 就是在新田地加182號 過兩間店 那時候他們是專做燒的 燒就是漁船一個重要的工具 所以他們和我們栗蘿 都可以證明到 油麻地是一個一百年的漁港 我真的一直以為只有市場號 是和船有關的 其實還有些甚麼有趣的東西 還有一間是一百九五年建成的紅磚路 值得我們去看一看 大哥 這裡就是出名的油麻地紅磚路 我看你的樣子很感慨 因為當年真的有一個保育血淚市 是 沒錯 在一九九五年 這裡屬於土地發展公司 一個叫做雲南里摩打路道的重建項目 而這間紅磚路 當時也是包括在這個重建項目 需要拆射的範圍 我記得我二千年的時候 曾經發過信給AMO 問問這座東西是甚麼 當時AMO都不知道這座東西 是甚麼建築物 有甚麼用途 後來他發信到其他政府部門 包括水務署 幸好水務署有一位工程師收到這封信 工程師在逃房找到一個圖織 證明這座建築物在1895年建成的 油麻地抽水站的工程師辦公室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這間紅磚屋 就好像完整保留 但其實大部份都已經拆了 在這個重建項目裏面 包括它的紅磚圍場 或者我們看看前面 這個位置原本是有一間 屬於抽水站的槌房 但都很可惜拆了 你覺得民間侮辱是否一件容易的事 其實不是很容易的 其實都幾多閒言閒語的 是的 我見到你了 好嘻嘻 因為其實它為了保育這間紅磚屋 這間紅磚屋 就是那個工程師跟我講 他說他都被發展商 那些建築師罵 因為它原本是畫了一個跡 而一變身 變成為了這個紅磚屋 又要再重新 垃圾站 現在通通都沒有了 哦 我有件事不明白 為何保育和社區設施 不可以共存呢 為何在香港 它就變成一場靈和遊戲 還有 不拆是否代表保育呢 當中是否還有一些軟件 我們需要留意 何老太 你好 我們有見面了 你好 這些情 這些子孫尺 是呀 還好暢銷 是啊 那些是嫁女一定找她 是嗎 那我將來嫁女來買一個 算便宜我 好呀 行啊 送給你又怎樣買 那又不行 做生意當然要計算的 是呀 你記不記得你以前後面 是一間藥材店 你叫甚麼名字 上大人 是 非常好 上大人 你記不記得他中醫叫甚麼名字 陳德生 是 真是正 陳德生 是東莞人 是東莞人 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 是東莞人 當時他挺威風的 好威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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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馬底 好出名的中醫 是呀 上大人 不過現在沒有了好可惜 他拆樓 我聽聞他說去外國 去移民 是的 那些弟弟那邊 好威風的 隨著社會變遷 而不斷演進的 生活文化和社區關係 其實就是保育上面的一個軟件 剛好過來看看 真的好搞笑呀 這個poster 行為藝術家 甚麼都想得到 唐樓旺鋪 一元沒得租 經過一番努力 有些地標得以保留 但是即使付出了努力 有些地標仍然都要消失 大哥呀 剛才我們看到一些 你留得低的東西 現在我們看一樣東西 是留不低的 就快留不低 這間迫波鴨 他就因為藝術發展局 是有一個公 說他們沒有申請到 公眾場所條例 那就會封殺他們 大哥呀 如果是這樣 不如我們進去 講講他的全世界更新 好 我們一起進去 好 好 我們現在進來最終安全地方 講回上海街404的前世金生 一起進來 現在我們坐在這裏 是上海街404 它以前是一間藥材店 叫做寶和堂 寶和堂就是大約在1960年 在上海街另一個位置搬離 那時候寶和堂的老闆姓陳 他就是這間店自己賣的 很可惜在1980年代初 政府不足期 所以由業主變成租客 然後幾年就是政府狂加租 好 到最後1990年代中 寶和堂因為抵受不到租金的壓力 終於這間八年老店就是結業了 好 剛才我們講了 上海街404寶和堂的前世 結業了 接著就當我講今生 這間迫波額又快結業 我們今天很開心地請到 迫波額的負責人 三木先生跟我們講一下他的感受 謝謝 請坐 有點緊張 不緊張 隨便說 主要是做社區藝術 我們基本上有兩條線 有一個是社區藝術 還有一個是關心社會政治和事實 我覺得我們這裡不是做抗爭 我不是說抗爭不好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位置 我們要做一個社區藝術 因為社區藝術這件事 是和這些在地的市民 去共生共有的 大家共同建立的 是一種藝術民主化的實踐 這個極其重要 但是你覺得他們好像以前 活化聽那樣特別針對你們 我覺得你們說你們搞這麼多事情 這麼敏感的事情 會不會呢 我們有一個馬坎 是一個午餐會的主持 現在大哥發言 那樣就慘了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從事這些政治工作的 所謂政治家或者政棍 因為不夠班 因為不在場 就被迫著我們這些二樓三樓藝術家 出來搞政治 你以為我想嗎 如果大一個社會 這些二樓三樓藝術家 都出來搞政治的時候 就是這個社會會開始出問題 我覺得有些可惜的就是 因為我們在這三年 在社區漫樓裡 剛剛開始奠定了一個漫樓 和剛剛起步 但我又覺得很可惜 因為我們不是 即是說 開始衰弱到自己做不下去 即是沒有事情好搞 這樣被迫著推出 我們現在還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離開這裏 我都覺得是一個很可惜的事